歡迎大家收看《放眼馬世界論戰》系列 今個星期六、星期日全世界都大戰連場 英國、日本、法國都先後有一級賽上演 先是星期六晚將會轉播葉森打比大賽的六場賽事來香港 到明天星期日會轉播日本安田紀念賽和法國打比大賽來香港 今集加場版一小時就談談三場賽事 重點賽事是英國葉森打比、日本安田紀念賽和法國打比大賽 整個小時流流場論戰當然是遇上我兩位老友記和好拍檔 羅詠雄、朱鎮輝一起談 第一節先講英國葉森打比 始終榮譽上講開打比,大家當然是想葉森打比 歷來也是,這個葉森打比大家都這麼注目 我相信除了它的歷史地位之外 它的難度真的挺高的 難度來自哪裡呢?第一,一定是馬場吧 當然,葉森馬場大家都知道 跑這場的馬,很多時候未試過有這些十二法輪的根據 葉森馬場根據他們的經驗也一定不會多 所以如果你說應付得到的那些 通常之後都會繼續好表現 當然,葉森馬場如果你有得跑的話 之前沒有跑過那麼長的 你也不會在右邊起完步後走到左邊 轉來轉去,上上下下 這樣才跑完全程的經驗 所以的確是難的 還有,因為英國馬貴很遲才開的 四月才真真正跑回草地 它是跑全年,不過那些人沙地、泥地、跳嵐 但是如果跑葉森馬場 在英國馬貴也不多 其實也不是太多賽旗 所以來到葉森要上山下球 轉左轉右,什麼都考齊 所以難度最高的打比真是當之無愧 那究竟英國葉森馬場的賽道 為什麼這麼難跑呢 不如畫個圖出來看看 有個圖慢慢告訴大家 2,400米 不要以為在對面起步,很簡單 真的難度很高 一靠左起步,起完步之後 沒有用一個右轉的彎 捉著樹群 是上的,是上的 不要以為是平面 打算轉完那邊,馬馬上立刻又捉過來 左邊因為很快已經進去一個彎 對,踏淡走彎,下斜的 很急便下來了 進直路後更麻煩 你已經不夠氣了,對吧 進直路後沒有很久就開始上斜 那就200米的斜 上斜的路 微斜了,浮高一點 所以挺講究的氣量 對,所以起伏是很多的 還有,踏踏下來那段 其實挺有趣 豬仔,你不是會上斜一點嗎 對 它是先下來 然後這樣又弄一下 然後這樣過終點 哇,你說那雙馬那雙腳 或者它本身是平衡零救呢 你真的不是那麼容易 可能在心理上也會有些認可 所以你說三歲仔 也沒有這樣的經驗 你說2410米而已 但是實際上用你的氣量 我想都超過2600米 所以難度真的絕對高 以往好像那些 嘉登行工那些 我們都試過,見過 終點前過100米才突然停下來 是的 也有的 所以我想每一年的葉心打比 都會有這些鏡頭 近年的葉心打比 其實說來那些都離不開 當然有一隻半隻就很突出 但是有一個很大的陣型圍著它 由海盜知星那年已經是 海盜知星是特別突出那隻 岳伯人派到半打去都搞不定 是的 今年挺像的 又有一隻好像賽前看 特別突出的 然後那個陣型又是岳伯人 又出到五隻 那跑落是否又好像那次賽事 翻版呢 這隻突出的馬 叫做黎明路向 現在還沒輸過過 上一次被岳伯人圍的那隻 就是海盜知星 海盜知星那件彩衣 沒有那麼多見的 當然少一些馬 當然沒有高多分馬房那麼多見的 但是問題是 偏偏高多分馬房 甚至乎連馬 以前祖紅色彩衣的 蒙凱米遊長 都從來沒有捧過葉心花味 所以這樣違法 對它來說會不會有影響呢 就是要靠那些太太那些 就能夠贏得到 自己真的贏不了 不過說真的 如果你說要計算很多朋友去 不是靜止我們 就是可能是連海外的朋友都會去想 是不是真的可以應付到這個路程 就是一個大的問題 始終是跳程跳不太厲害 因為我記得往年 就是遊長好 高多分馬房好 有很多來到跑葉心打鼻 成為好注目的馬 通常之前 要不就是二千堅尼 要不就是很重要的印進賽 跑到家 多數都是二千堅尼 所以這個大幅增呈 會令到這些受注目的馬匹 壓力會大很多 是的 但沒有辦法 因為英國二千堅尼 再拉下去葉心打鼻 是他們英國傳統三貫的兩關 那個跳程800米 是傳統已經下來到現在 所有更厲害的馬的路向 都會向這個跑 那些黎明路向 但是最大的問題就是 最吸引你注目的 他真的沒有輸過 是 跑七次 沒錯 從那些1200、直路 跑到1600 上次發覺二千堅尼 在英國二千堅尼 他仍然是贏的 我們準備了一片 待會大家看看也知道 為何會這麼注目 其實你看過他的影片就不明白 但問題就是 他連二千都沒有跑過 究竟是否達到 有甚麼端倪 可以找到這些馬 究竟是否有場地根據 充其量 是否真的在父系著手 其實是 當然 你只看父系 他新奧向 有很多東西 新奧向 2008年 直接是葉心打鼻冠 再數上新奧向的父親 就是天文學家 是2001年的 對 如果你只計一脈相成 如果他真的可以的話 三代都是葉心打鼻冠 總算三代 但是問題就是 你看到他 他也是叫做黎明路向 為甚麼會叫黎明呢 因為他就是 另外沒有線那邊 那邊就是短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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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